挡拆战术是NBA里常用战术 只要队友之间默契足够 一个挡拆就能获得得分机会 不过对球员的抓肚肚和篮球智商要求和很高 要是一时跟不上或者速度慢了 一次好的进攻机会就浪费 那么对于球员挡拆质量要求就很高 一次好的挡拆能够制造一次完美出手机会 相反则可能是掩护犯规 今天就来看看 哪些球员的挡拆质量最高 姚明 就姚明的身高和宽度 站在三秒区别人基本就没位置了 他对战术的领悟能力很强 生涯最大遗憾是没有跟一名明星级别的空位合作 若不然生涯得分会更高 像华莱士和小乔丹这样的肌肉猛男 在姚明面前都显得小鸟一人 党的外线一人能敌俩 要是他在现在的勇士队 可以让海啸兄弟开心的不得了 阿泰斯特 不要以为党差就是内线干的活 外线球员同样可以做 阿泰斯特是联盟出了名的野兽封线 他的防守和进攻没什么技巧可言 就靠身体和力量碾压对手 当和他发生身体接触时 你就能感受到什么叫疼 博古特 博古特打球却实方 这是不争的事实 不过他的挡拆在现役球员里是最强一档 当年勇士的水花兄弟三分为何投得那么得心应手 关键还是博古特挡拆质量高了 现在胡人的年轻球员 也是因为博古特在进攻端受益匪浅 要是他能健康一点 成就远不至于现在 詹姆斯 詹姆斯作为联盟的巨星 他永远都是球队的绝对核心 进攻和组织球队都得靠他 不让詹姆斯控球就是抱舔天物 但是他并非那么高高在上 只要队友有机会 他一样能够为他们做挡拆掩护 想想当年姚宁说的 被詹姆斯撞下犹如被板抓拍身上 想破他的挡拆 自己很可能受伤 奥米尔 奥米尔一般情况下是不出三秒虚的 因为出了三秒虚之后 他的威胁力就会骤减 他的比赛态度有时候确实慵懒 不过到了生涯墨西的时候 由于状态下降 不得不服从教练安排 他也必须为队友做着挡拆 就他的体重和力量 看见最好绕着走 大不了送对手一次进攻机会 马龙 说到挡拆怎么能少得了马龙 他和斯托克顿可是挡拆界的鼻祖 两人带领犹他爵士队 在西部跟对手熬战厮杀 两人都是名人堂的球员 不过都一块成为了无冕之王 要是他们向现在球员选择抱团 两人估计最少也得是三冠 他在救出 他在救出 马龙 他在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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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摆到救出